睽違两年花莲县慢食团队再度受邀参加2022意大利慢食全球年会 县长团队成员们在县政府齐聚一堂 就相关的议题展开深度讨论 其免成员们能够取得最丰富的成果 满载而归让世界看到原民慢食精神 意大利慢食年会是以农业饮食为核心的交流空间 也是一场让全世界关注农业以及饮食的多样性 传统性的盛事 团队将在9月22号到26号在意大利杜林市 让与会者深度体验台湾原住民主饮食的盛宴 现在许臣会首先感谢花莲NGO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以及会议 让在地文化与花莲特色有机会在国际间发光发热 那其实无论刚才从我们的独卖 从107年开始报告再到后来的两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 让其实让省政府在我们向外去推展 迈向国际的部分 其实都有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花莲政府从2019年开始投入慢食运动的讨论 邀请意大利、日本、菲律宾等国参与 第一届花莲国际原住民慢食论坛 梳理在地脉络以及国际发展的趋势 为花莲原住民慢食确立发展的方向 花莲县原住民主野菜学校校长无许的月谈到 这次花莲慢食团队将在年会期间展出原住民种子以及重要的鼓舞 由于意大利慢食总部对花莲慢食的推动相当的赞许 年会期间将会发表台湾原住民族野菜的知识 让全世界知道台湾原住民族相关影视的传统以及智慧 记得交易和收藏